在2013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来自《风平浪经》的明天 这是一部讲述N教练的混乱爱情 连成年人遇到后都会脸红 而这还得从很久以前开始讲起 那种人类都是生活在海里的 他们受到海神的庇佑 靠身体表面的膜 在海洋里肆意呼吸 但是有些人憧憬陆地而放弃了海洋 所以便为一部分人生活在海里 一部分人生活在陆地上 最近在海底村庄西路生的一所中学正式被废校了 海洋里的四位学生不得不去陆地上的美兵中学上学 小光、小花、笔梁还有木耀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到了去新学校的这天 小花意外的背着陆地上的渔民小坊 用渔网给捞了上去 这不寻常的相遇 让小花对小坊有了别样的情感 更巧的是小坊跟他同班 第一天放学 小光带着小花去找海灵大人取预定货 这是专门在海里用的货 海灵见着小花便说他身上有了发精漆的味道 小花被吓得用食物盖了海灵一点 海灵是海神的一片泥所化成的 如今被视为神明 因为小花的不敬行为 她被海灵诅咒 膝盖上长出一只活的鱼头 小花委屈的不肯去上学 膝盖也赶制给最性能的小光看 小光很开心这份特殊 于是便帮她用布包了起来 在这天要放学时 小花被同班的女生们围住要磨在身上的磨 小坊处生阻止了女生 结果小花膝盖的鱼头撞到了桌角 发出了放屁的声音 小花瞬间冲破逃走 她逃啊逃 因为离开海水太久 导致她身上的磨开始脱落 最终昏倒过去 等她醒来时 已经被小坊捡回家放在鱼缸里了 小坊不仅说她膝盖上的鱼很好看 还说她也很好看 这些花在那小花瞬间 面红耳赤还心动了 而因为小花的失踪 很喜欢小花的小光不顾磨裂的痛苦 一直找到天黑车找到 她看到小坊正在送小花 而且小花还愿意把鱼头露出来 她意识到小花对小坊的特殊 顿时粗意大发 第二天小花醒来 膝盖的小鱼离开了 但小花想到小坊喜欢吃鱼头 于是她竟然去拿了一碗饭 又扔到了海灵身上 希望她再次诅咒自己 但海灵只学了食物美味 并吃了起来 小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小坊 只是简单的夸赞 就让少女存心荡漾 之后小坊报名参加 海神大蓝木雕的制作活动 小花也赶紧跟着报名 所以小光他们塞也跟着报名了 五个人一起制作木雕石 小坊说自己偶尔能通过海面 看见海底的村庄 认为那很美 由此小光知道小坊并不是坏人 但她内心始终不安 担心小花会被抢走 这天放学 小光私人一起发现 小光姐姐阿咪有个陆地男友的秘密 这时木雕便说了 如果跟陆地人结婚 就会被村子仿熟的事情 其他三男士第一次听说 都很震惊 小花更是觉得不可理喻 两年相爱明明是那么美好的事情 听到这 小光便反问她 是否想跟陆地上的男人搞在一起 由于最近总是因为小坊而对小花生气 接下来小花再次被骑哭跑走了 一直以来 小光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 像魔一样的守护好小花 不让她受伤 现在小光一直到小花 似乎想要退去自尘魔 去往陆地 后来 小花喜欢小坊的这件事 大家都察觉到了 只有小花自己还不清楚 而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 姐姐阿明和陆地上 来来谈恋爱的事情 就会村里发现了 他们都逼着阿明分手 因为海里人和陆地人 生出的孩子不会有魔 也就无法在海里生活 这种情况多了的话 就会导致海里人越来越少 小光自然决定 对姐姐男友潮流制进行调查 看下此人是否值得托付 于是第二天小光跟踪潮流制 却发现他到了小坊的家里 小光看到小坊就直接打了他 没有太多理由 就是想打 青春期的吃醋呗 结果 最后小光被小坊的爷爷大友 一拳打晕 小光醒来时 照顾他的人是小坊 小光问他 为什么对海里的事情那么清楚 小坊诚实地说 自己从小便想要摸 想要在海里生活 这个回答也彻底让小光 不再那么讨厌小坊 因为陆地人从不会说 想要在海里生活这种话 最后 小光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海陆两地的关系 真的特别恶劣 在某一天的烹饪课上 小光做了一碗菜 老师和各族分享自己组的菜时 没有人去吃小光之组 为了打破尴尬 小花主动拿出菜 请其他同学吃 但只有两个男生 嫌弃他们的菜 还把小花推倒在地 菜也掉到地上了 这档课下课 小光去看他们做了很久 才做好了海神大人的木雕 结果发现 木雕被破坏了 小光怒气上头 便能为是刚才那两个男生做的 一头撞响了二人 小光一口咬定 就是他们做的 交道主动便让小光先回去冷静一下 小花十分仗义地跟着小光回去了 比昂很羡慕小花 可以这样坦荡地陪在小光身边 在比昂和木耀整理木雕时 发行木雕上有作案子的签名 原来是潮流没害的好朋友 沙友为了保护小光而干的 比昂想着要隐瞒这个事 他担心小光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男儿小坊却不同意 他不想让小光因为误会他人 而被大家孤立 第二天 木耀带着了梅海的好朋友沙友 让他做个好孩子去向小光道歉 而沙友也真的去道歉了 于是小光坦荡地向那两个男生道歉 大家就此话题为诱 之后一天早晨 小坊问比昂是否喜欢小光 比昂成恋了 而且他很苦恼因为喜欢小光 而别人越爱越不像自己 这些话让小花听见了 比昂便追过去 让他忘记这件事 为爱所困的人还有阿明姐 他在很久以前就受到梅海妈妈的照顾 跟梅海是很要好的朋友 但是三年前梅海妈妈去世了 阿明很憧憬潮流志他们这样的家庭 所以慢慢地和潮流志相爱了 但是梅海知道这件事后 就开始讨厌阿明 天天用口香台在墙上写滚开 阿明终究是不愿意再伤害梅海了 这天他正式跟潮流志分手 跟梅海说再见 然后当天梅海就离家出走了 小光和阿明等人找了半天 小光先找到了梅海 前过一夜的相处 梅海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他并不讨厌阿明 只是因为太喜欢 而担心阿明成为妈妈后 会像妈妈一样离开他 不想再体会失去直爱的心痛 阿明在寻找梅海时 对潮流志说出了 他不想分手 不想和梅海分开的心里话 心里话都说开了 阿明如愿地跟潮流志重归于好 也和梅海和好了 这天的游泳课上 小光和小方比赛游泳 男儿小光不习惯泳池 中途又强着小花就撞强了 小花想都没想就冲进水里 问他有没有事 老师让小花送小光去保健室 小花想着比良喜欢小光 又请比良一起去 然后比良却找借口拒绝了 小花总是在小光面前提起比良 让比良很生气 小花以为自己不被比良喜欢了 便在路上哭 被小方碰到 两人聊到八日 就是海底世界下雪的时候 有机会看到三个太阳的情况 小时候有一次 比良看见了八日 就叫着小光三人一起去看 结果因为小花满吞吞的 就错过了八日 导致比良生了很久的气 小光告诉小花 比良生气是因为他想着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跟喜欢的人一起分享在心 小花突然明白了 回到海底 加好碰上了八日 便着急地去拉比良一起看 比良不希望四人的相处方式 有任何改变 只想四个人这样一直在一起 所以为此 他愿意掩埋感情 后来小光他们全班合体 将海神大人木雕做好了 但是镇上并不打算举行渔船计 这个木雕也变得没有用处了 这时小花和小光一口同声地说 希望举办渔船计 于是为了完成小花的心愿 小光主动提议去劝劝大人们 参加这个活动 陆地上的人先同意地 举行渔船计 海里的几位大人也同意了 但小光的父亲 仙导灯作为官司大人 却始终不肯松口 到了双方大人调解了这天 他们看到孩子们做的木雕很好 都很满意 便同意渔船计后 却又开始要求对方道歉 为之前提出 不举行渔船计的行为道歉 争执不下的双方 最终以木雕被撞坏结束 仙导灯再次要求阿明跟男友分手 当晚阿明和小光 都要离开这个有顽固父亲的家 他们向海丁大人告别 海丁按照海神的吩咐 不让海里的人离开 于是他使出了咒风平召 和冰锥来围住阿明二人 不让他们离开 不愿而女受伤的仙导灯 总是下跪拯救海灵 放他们走 阿明姐弟住进了潮六志的家里 阿明对自己的决定 无怨无悔 只想着跟潮六志和梅海 一起幸福地在一起 梅海很想为阿明做些什么 拜托小光 带他去买他最喜欢的贝壳 送给阿明 然后走了一天 都没有找到梅海想买的贝壳项链 最终他们送了一串 自己做的贝壳项链给阿明 因为小光说心意最重要 这天 本来只为出现在大海里的暖雪 出现在了陆地上 陆地到处 白雪啊啊的景象 这是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 小光还是决定举行与传计 同学们也都同意 于是纷纷行动起来 其实小光心里很担心父亲 担心他是不是一直喝酒 没有好好吃饭 海灵大人早已知道 陆地上会发生一系列天灾的事情 所以 这天他召集了村里的大雷议事 当晚小花他们回家后 都被父母告知 不可以再去陆地上了 第二天 小光得知他们三没有去上课 就立马跑回村去找 等小光找到小花 却看到小花哭着着急 想跟小纺再见一次 想跟他道别 本来小光已经打算放弃 对小花的感情了 想着默默支持小花 但看着哭泣的小花 还是没办法放弃喜欢他 忍不住抱紧小花 却被他一把推倒 先行过来小光赶紧逃走 却碰见了父亲 海灵也终于对小光他们 说出了真相 原来 因为人类忘记 远离了海神 导致海神的力量削弱 人类将会迎来灭顶之灾 暖雪会越来越大 直到将世界冰封 而小光他们身上的魔 可以让他们进行长眠 躲过这场冰寒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少年们都有些迷茫 海底的老人们担心自己长眠不起 而小花担心自己醒来 周围的人都不在了 小光把这些事告诉了陆地上的人 希望通过举行遗传计 来恢复海神的力量 这个早晨 始终温柔的木耀 对比良够百乐 本来他以为 只要默默地看着比良 追逐着小光的影子变好 但到了这种关头 他还是忍不住说出 我喜欢比良 从很久以前 木耀和比良的关系 在这一刻变得微妙起来 海底人长眠的日子 定在了遗传计的那一天 陆地上和人发现了天气的异常 比良海底说举办遗传计 也救不了陆地人了 即使这样 海平也不想坐以待毙 他决定将自己和潮流制的婚礼 和遗传计同时举行 并让自己成为祭品 献给海神 这夜 小光四人重温的旧学校时 木耀却在大家面前 质问他对小花的想法 小光这次没有逃避 直接表白了 小花很震惊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跑掉了 比良则被木耀 不应该这个时候去逼他俩 并出去追寻 可是没有人知道 木耀也一直在逼自己 不表露感情 比良追上了小光 也对他说出了喜欢 接下 一直以来 因为害怕四个人的关系 发生变化 而不敢表白的小光 比良 木耀都表白了 虽然他们都爱而不得 但对方始终 都会是他们最爱最真实的人 只有一传机开始了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求海神 听听他们的心声 这时 海神真的显灵了 海底漩涡 将阿明 小房等人 卷进了海里 小房被木耀和比良救起时 木耀却意外被打回了水里 而小花为了救阿明 自己有些样的漩涡 用自己代替阿明献祭 最终 小光追着小花 跟他 一起消失了 在渔船季结束后 小花被吸入大海 就跟着海底村庄的所有人 一起消失了 度地上的人 没有办法进入探知到 一点点情况 五年过去了 小房已经进入大学 学习海洋研究专业 无家可归的比良 一直都寄宿在小房的家里 照顾着受伤住院的爷爷 母云用 小光姐姐阿明生下的 男孩潮流晃 已经四岁了 这一次夜晚将会再次迎来 比良拒绝去观看 因为四人不能一起看的八日 毫无意义 而五年后的潮流 梅海已经到了 被同学告白的年纪 但他都拒绝了 因为他喜欢的人是小光 也许是因为大家的想念 在八日出现的时候 海面突然发出亮光 赤裸的小光 车见在湖面上 小光醒了 却认不出长大后的梅海 而他自己 还是五年前的模样 比良听闻小光醒了 惊喜而又痛苦 他只是不敢去见小光 因为他已经变成了 前途后效的大人了 他害怕小光 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而小光也有些难以接受 本来说 四人又一起度过所有的时光 可是现在他对比良 过去的五年一无所知 所以很痛苦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但总归要重逢 小光和比良 在广播生下相遇了 小光看着因为变化 而道歉的比良 明白虽然身形变化 但是比良 依旧是五年前的比良 这下比良也敢面对小光了 这天 梅海又带着小光去改校服 为了看起来不像约会 而喊了沙幽一起 然后一路上 梅海和小光打挡闹闹又半嘴 在沙幽看他就像情侣一样 沙幽心里不舒服 因为他喜欢的人木耀还没有醒 他也被卷渡大海中 而生死未卜 于是沙幽和梅海大吵一架后 梅海就跑掉了 结果梅海意外掉落海中 却发现自己能够在海中呼吸 而且他听到了一种 稀碎的声音 而正是这天 木耀醒了 沙幽很开心 以前因为年龄小 只能遥望木耀 现在他却和木耀同睡了 木耀最近的小纺的家里 发现笔梁和小纺 耳人默契的像老夫老妻一样 虽然改变了很多 但木耀依旧喜欢这笔梁 而木耀醒时 也听到了海里七岁的声音 所以有研究者假设 顺着这声音 也许能够进入到海底村庄 稀碌声 于是大家决定 有能听见稀碎声音的梅海 带路 要小光跟着他下海 梅海轻而听见了小光说 会永远喜欢小花 他也难过过 但他决定也永远喜欢这小光 并且成全他 让他开心 几两根的声音 真的激怒了稀碌声 这里很安静 每个人都在沉睡 小光回到家中 对着结冰的老爸 说了一堆关于潮流 谎的趣事 虽说大家都是在冬眠 但光他们心里也不确定 为什么大家还不醒来 三轮带装满了海神大人 木雕的山洞里 找到了小花 小花在努力地睁开眼睛 但是他睁不开 而一直以来 梅海听到的稀碎声 竟然是小花的魔 脱落的声音 魔如果继续脱落的话 小花必然会死 这是能够在海里 呼吸生存的关键 又是小光 不管不顾地抱走了小花 一起回到陆地上 小花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一直在睡觉 小光对着小花 说了一堆的话 梅海在门口偷听 比良也在听 他发现梅海 也喜欢着小光时 又羡慕梅海 可以这样纯粹地 喜欢着小光 跟当年的自己一样 经过这五年 比良已经失去了 当年的义无反顾 他成熟得像个大人一样 各种顾虑 不断在脑海中徘徊 夜里 比良和小房一起喝酒 祭奠他这五年失去的东西 这五年 小房从未表露出 自己对比良的喜欢 只是默默地 把这珍贵的五年时光 偷藏了起来 早在渔船记之前 木耀便发觉了小房 喜欢比良 即使这样 渔船记那天 木耀还是奋不顾身地 救下了小房 刺激却陷入了大海漩涡之中 为此 小房正式地向木耀道谢 酒醒后的比良 决定陆海 结果在海里遇到了激流 幸好小光赶到救了他 小光总是能够 在他和小花 每天都回到西路深去找海林 想问他叫醒小花的方法 但是一直都会找到 一天 小光突发奇想 也许可以用渔船记的歌 来创造节日气氛 由此坏醒小花 然而整天给小花放歌 也没有用 小光表面不说 心里却很着急 甚至打算臭学 天天去海里找海林大人 自从小花被暴揍 还是变得越来越冰冷 整天下海的小光终于病倒了 梅艾其实在心里 是不希望小花醒来的 但他又对有这样想法的 自己很讨厌 小反看出了梅艾的矛盾心情 他说自己之前 也很担心小光醒来后 比良就会离开 但即使小光醒来时 他内心却是开心的 于是梅艾也真心希望小花 能够醒来 让自己开心起来 终于在某一天 小花竟然真的苏醒了 小花醒来 没有什么迷茫的情绪 精神呢 让人吓一跳 但他的魔 确实是消失了 在渔船记那天 小花曾对小光说过 等渔船记结束 有话对他说 小光一直想知道是什么 小花醒了 便赶紧问他 但小花却说 不知道了 现在明明是夏天 却寒冷地下着大雪 这一切异常都让人 无法探求 未来会如何演变 这天小房和比良 聊到了海灵 都连为海灵知晓 这变故的一切 便讨论着 应该怎样找到海灵 从他那套话 小房这个不正经的突然提议 也许可以送一些 搞颜色的书 结果因为小房的不静 第二天他的手臂 长出了鱼头 被海灵诅咒了 但这也让大家惊喜 原来海灵 就在附近观察着大家 蓝雪频繁地吓着 连离海边很远的城镇 都吓了起来 小光他们开始到处 在找海灵 小光发现 小花忘记了 很多以前发生的事 就连小光曾经抱过小花 向小花表白的一些事 全都不记得了 小光很难过 自己的心意 和双方的回忆 都完全被抹除了 她哭着逃走 却终于见到了海灵 海灵告诉小光 小花本来是作为 祭品献给海神 海灵才得以平静 然而现在小花离开了 并加速地面世界的终结 而且小花失去了 不仅仅是魔 失去的是一个 可以爱上他人的心 能不能恢复 是维持数 小光将这件事 告诉了大家 然而木耀却说 也许 不要喜欢这份感情 对小花更好 比羊也觉得 也许不喜欢上一个人 会更加轻松 然而沙妖听见 很是生气的骂木耀 不要太自作主张了 沙妖哭着离开了 因为这五年来 沙妖都是靠着 对木耀的喜欢 而平民学习 独立到现在的 如果没有喜欢 也不会有现在的她 所以沙妖决定 不管如何 都要向梦耀表白 小花虽然想不起一些事 也没办法喜欢他人 但是她内心缺失的这一部分 却在因为寂寞而悲鸣 小光人为唤醒小花的喜欢 需要小仿的帮忙 便请求小仿 假装跟小花约会 什么的 让小仿坚决拒绝 并声明自己喜欢的是比良 喜欢比良这句话 正好被比良听见了 比良很惊讶地逃进海里 小仿不管不顾了 也跳进海里追她 在她要窒息时 她身上竟然有了魔 小仿可以在海里无息了 她追上比良 说自从海鲜大人木雕 被破坏的那天起 觉得比良像她最喜欢的大汗一样 后便喜欢上了比良 小仿认为比良现在喜欢的人 是自己 她抱紧了比良 然而比良终究是挣脱了怀抱 大汗 我不喜欢你 比良是喜欢小仿的 但是她觉得 如果喜欢上了除小光以外的人 就是对他们的背叛 所以一直这几七人 比自己觉得还喜欢小光 小花曾经在渔船记之前 对一只红富蜗牛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五年后的这天 小花捡到那只蜗牛吐出了白色珠子 小光认为 这个珠子是唤醒小花感情的关键 那能好好珍藏 而小仿认为 也许再次举办渔船记 并用这颗珠子等的鸡品沉入海里 也许海参便认为小花已经回去了 事件就会停止终结 并且小花也会恢复 海灵厅的提议 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 于是当初那批人再次重聚 准备渔船记 木雕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着比良 而木雕悲伤了表情 尽受沙妖的眼底 沙妖看不下去了 她告诉木雕 一直以来自己都在等木雕的爱依 木雕听完苦了 自从醒来她都寂寞坏了 一直都感觉没有人在等她醒来 很快 木雕终于做好了 可珠子却不小心落落水里 梅艾去捡时 听到珠子记传来的声音 说着喜欢小光 原来小花和小光一直都是两情相悦 而木雕也将比良的心意告诉了小仿 小仿再次渐渐地去趟比良承认 比良没有否认了 但她认为不能只有自己得到幸福 很快一船机开始了 海面再次掀起漩涡 小花被卷入 是梅海救了小花 因为梅海和小花一样喜欢着小光 所以她想接触时 感情发生了共鸣 这也是为什么梅海会有魔的原因 现在小花的魔和感情都回来了 梅海却成了疾病 梅海被包裹在私立 小光拼命地想要把私打破 这时 她才明白梅海对自己的感情 也才知道一直以来 自己怎样伤害着梅海的喜欢 小光很痛苦 很懊悔 其就还真多多她的喜欢 放过梅海 梅海感受到了季海大人的感情 当初海神爱上了人类季海大人 和她生育了很多孩子 虽然季海大人总是很温柔 但却会偷偷流泪 因为她喜欢的人在陆地上 虽然很爱季海大人 但海神大人终究 还是将季海送回了陆地 并剥夺了她喜欢的情感 然后通过梅海的传达 海神大人终于知道 季海的心里 其实更喜欢的是 她陪伴着孩子和海神时的时光 海神大人终于想通了 不再执念 她放过了梅海 焚烧了所有的木雕 大海回归了原有的模样 西路生里的人们也都大多苏醒 小光和小花如愿在一起 彼岸和小坊早已像老夫老妻 22号在努力的项目要靠近 没下来那份感情 却只能成为永恒 故事 结束 这是一部完成度极高的作品 且集中期的铺垫非常缓慢 但这却足够精细 而之前的混乱在结尾到来 做出了很好的收容 26期的剧情很多人已急气 总认为这是一部NTR的套路作品 长达半年的连载更新 让很多观众都觉得胃疼 有人认为这就是几个孩子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要牵扯到 海陆这么大的世界观来讲述 或许神也是人 海神带的灾害也是因为爱 这个字困扰了世间万物 而这个字也改变着世间 或许曾经都不爱 但在遭些相处中 却会发现早会爱得很神 至于这一开始是鸡脚链 我也分不清了 只有没爱到最后 没有如愿得到所爱之人 但或许编剧正是想用这个角色 来告诉大家 爱过就够了 哪怕真的嫉妒不甘心 可以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可放手真的好受吗 或许只有感同身受的人才能够理解 毕竟爱而不得的感受 光想就不会很好受 而标题来自风平浪金的明天 再看到结尾 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含义 最后的最后 还真是风平浪金 而且观众也得带着风平浪金的心去观看 这不过就是一段恋爱纠葛 不过就是一群孩子的纯真 和没有被玷污的情感叫龙 一句我爱你可以改变太多太多 真心强烈大家去观看原片 或许大家都早已忘记 最纯真的爱到底是怎样的 我是少年 一位眉恋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想让我解说 请留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